我们有多爱肚子里的小孩 原来我们是那么的被自己的妈妈那样爱的 那一刻我们两个都赶紧打给妈妈吧 跟她说谢谢 同样是女明星嫁入豪门 有的人是老公不爱婆婆宠爱 而有的人却是老公宠爱婆婆随便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曾经大家还羡慕过碧婷有向泰的支撑 即便是向左不着家生活也很是享受 如今看到她逐渐向泰化也是不免的 心疼她就此被捆绑住 而反观西梦瑶这个国际超模 嫁给何游君被多少人等着看笑话 此时却是常常带着老公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秀恩爱 两人没有猜测中的喜新厌旧 也没有想象中的豪门婆媳争斗 反倒是在两人的口中 听到了不少四太梁安琪对西梦瑶的呵护 这倒是打破了不少人对梁安琪 这个豪门婆婆严厉的刻板印象 而看得出来生完一儿一女的西梦瑶状态相当的不错 倘若一个女人在婆家相处的不好 即便是有再多的高科技帮忙 也很难做到越活越年轻的状态 尤其在猪丹还有金沙的对比下 更是趁得西梦瑶年轻貌美 期间西梦瑶和游君畅谈婚后生活 也被八卦生了两个孩子后得到了什么奖励 西梦瑶一句孩子健康就是最大的奖励 情商真的太高了